大家好,又是CASA 前面這麼多酒,又是時間喝酒、吃東西的時間 我為什麼會喜歡喝酒呢? 其實喝酒可以為我們帶來很開心的時間 和朋友聊談,又或者獨在家裡沉思 去想事的時候,拿著一杯酒 可以幫到你拿到更多的靈感 單喝酒不是最開心的 要配不同的奸咬 才可以令酒更加發揮到他們真正的效用 接下來我們會一路試不同的酒 再配合不同的奸咬 向大家分享一下喝酒的開心 和配搭奸咬 帶來一個更加高檔次的享受 所以大家記住,一定要訂閱和按讚 我們日後就可以將一些更加好的酒的訊息 傳達給大家,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就要介紹一下給大家 什麼叫乾釀,或者什麼叫白蘭地 很多人經常聽到,喝白蘭地、乾釀 那是什麼呢? 白蘭地來說,其實在傳統上 我們只需要用水果釀製的酒 我們都可以叫它做白蘭地 而白蘭地裡面最有名的當然是乾釀 那為什麼這麼有名呢? 法國有一個規定就是 所有在乾釀區出產的一些葡萄酒 烈度去到45度以上 那才可以用乾釀這個名字 乾釀來說 其實我們經常聽到一些 這個是VS 這個是VSOP 這個是SO 又或者是Extra 那究竟這些東西是什麼呢? 那其實你可以當它作為一個 就是少女成長的那個年期 那一個VS就是剛剛好 就是叫做成長中的少女 去到18歲、20歲左右 那它有很多變化的 可以就是非常之跳皮 又非常可愛 又可能就是喝下去很爆的 那VS就正正中了這一種的特性 而VS以上就是根據那個年期去分 VS我們就一定要兩年以上的釀製年期 才可以叫做VS 而VSOP就需要有四年或以上 而去到SO的級數呢 就要九年 那也都有人喜歡說 九年以上那些來說 更加純的 那應該就屬於一個叫Extra級 因為Extra的話就是比SO更加好的 那你可以見到就是 由一個少女成長慢慢一路 就是去到成熟 它們有不同的韻味 不同的人會喜歡不同的韻味 有人喜歡呢 就是一些是清濕一點的 那我就喝VS 那如果你是喜歡一些是成熟的味道 那去到Extra 那出來的味道呢 就真的完美的 那今天呢 要試一下呢 就是不同的酒 它的顏色 香味 和口感 會是怎樣的樣子 那令到大家都清楚 知道呢 這個的Balante裡面 原來都有不同的格調 不同的色澤 和不同的口感 那第一支呢 我會拿出來試的呢 就是說 金花出的 這個叫做ExtraO 那你可以當它呢 就是說在這個VSOP 去到這個SO中間那個 就是陽際年期 大概是說 五年到九年之間的 而第二支呢 就是叫做 金花的 Napoleon Extra 那它那個的年期呢 就會比起 第一支那個 金花的Napoleon SO 稍稍高一到兩年左右的 而那個味道呢 就偏向 這個SO 但是呢 也是因為那個年期未夠呢 所以呢 就不可以直接叫做SO 而第三支呢 就直接是一個叫做Extra 那就是說 這支酒呢 根據法國那邊的定義呢 它必須要是超過九年以上 才可以叫做Extra 那我就會把這三支酒呢 分別地倒進去它的杯子裡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們裡面的 顏色啦 香味啦 還有呢 整體的口感有什麼分別 那就是第一杯 那這個色澤來說呢 其實呢都幾 偏向一個呢 就是苦拍 深色的苦拍味的顏色來的 那去到第二支 好香啊 真的 我真的馬上想喝了 那它那個顏色呢 都會偏向貼近 和剛才 Lapolian Extra O 是很相近的 那我待會又試一下 那個味道有什麼分別 再告訴大家 那而最後一支呢 那是最珍貴的 我看到呢 喝剩很少的 這支呢 我最喜歡喝 招呼朋友 自己喝 到日流的 那這一支 Extra呢 那其實 在1987年的時候呢 它們是拿到一個呢 叫做 烈酒的全世界的金獎 那所以 這個酒的香味 或者那個 叫做 口感呢 絕對我是不會質疑 它是不是一支Extra來的 那你看到那個色度呢 是很明顯的 這支Extra的顏色 是深很多的 是偏向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血虎鉑那種的顏色來的 那那個的深度呢 就是由 釀製那個木桶 是浸了超過九年以上之後呢 而將那個顏色呢 就帶了下去 那個色澤呢 是非常之非常之美的 而至於呢 這兩支呢 那個顏色呢 就會淡色一點點的 至於它們有什麼的質感呢 或者香味呢 我立刻要試了 那先呢 有呢 就是比較年輕的 這個 Napoleon S.O. 去試一試 它那個的香味先 那個的 綠度呢 其實都幾 還是幾 更厲害的 因為我都放了出來 一會兒 其實看回它掛杯 那 都算那個酒體來說 是都幾 平衡的 香味呢 有少少少 像 一些 就是叫做 比較成熟的 葡萊子的香味 那什麼 何謂成熟的葡萊子呢 就是說 一些買回來 擺錯一段時間 去到 爛與味爛之間 就是你說 發酵過的東西 當然是有這種味 的 但是呢 這個 不是真的很難聞那種 那種 那種味 而香那種 其實 如果看回那個 酒的濃度 都比較高少少 如果這個 酒的濃度 是太高的話 它會影響到少少 我們那個 聞的感覺 而去到 就另外一支 就是 Napoleon Extra 這支 那個年份 是高少少的 那麼 那個酒體 如果看回 它都是 掛杯情況 都不差的 都屬於一個 就是那個 酒的熱度是高的 不過呢 因為它是擺這個年期 稍稍高於 一支 Napoleon XO 那麼那個 酒的濃度 聞下去 就 沒有那麼 搶鼻 但是可以這樣說 是不失 是一個 即是叫做它自己的高貴 酒的濃度 因為它可能 就是低了 所以那個 的味道 就會偏向 就是淡一點 那麼也都可以這樣去看 提子的香味 是有在 但是呢 因為呢 也都那個 的醇度高了 令到呢 那個的提子 是偏向 一些 有少少的蜂蜜那種的 味道 而至於最後 這支 Extra 我對它是絕對 沒有懷疑 我每次喝都是覺得 好正 那麼 看看那個 掛杯的情況 酒體掛杯呢 都 非常之美 因為呢 你這樣 握它那時候呢 它是貼著 杯子 一直都沒有 掉下去 而且你看到 是一條條絲 現在慢慢才出現 一條條絲 那麼就顯示著 那個酒體 是非常之 濃郁 那麼也都可以去理解 你那個酒 掛到杯子 才好東西 那麼這個 就正正是 在Extra 裡面可以直接體現到的 那麼至於那個香味呢 是很重的 金吉香 有一點陳皮那種香味 那麼 所有酒 越放得久 它那個陳香 才會出現到 那麼這個呢 其實就是 它在那個木桶裡面 跟那個橡毛 是產生一些化學反應 還有呢 是做了一些 即是叫 純度 都提高了底下 而產生的味道 這個絕對呢 是跟一般 一些VS 或者VSOP 它們是完全沒有辦法做到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買酒的時候 很簡單 你一開支酒 如果你掛杯 跟著那個香味 是有陳香味的話 或者我們所謂的 杯 和這個陳皮的香味 那麼這支一定是 放得久 或者是那個叫做 養製時間是長一點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 你去喝它 會喝得特別開心的 那麼很多人都經常聽到 什麼叫VS 什麼叫VSOP 什麼叫ASO 什麼叫Extra 那麼究竟它們是什麼來的呢 那VS呢 就是Very Special的簡寫 那麼這個的年期來說呢 就是說 兩年的 就是釀製年期 在桶裡面放了兩年 那麼我們就叫做 VS 那麼就記住 Very Special 而VSOP 就是Very Special 再加兩件東西 就是一個叫Old Plate 那麼是什麼來的呢 那麼VS呢 就是很特別啦 我們叫做Very Special Old就是夠老的年期 那麼而呢 Blade就是一個叫做 我們虎柏式的顏色 那麼加起來呢 就說 一個非常之特別 而且呢 就是非常之老 還有呢 是有虎柏式的酒類的 So是什麼呢 那麼 So就很簡單而已 那麼就用回這個 Extra 和Old這兩個字 那麼 而這個So 我們都說過 就是最主要它那個 擺的年期呢 就要九年 那麼才可以是 叫做一個So的 那麼而去到最後了 Extra 那麼就是呢 就是呢 有一些叫做酒 養酒的首師 那麼他們覺得就是 這個的年份 那個葡萄是非常之美 又值得呢 再進一步 就是珍藏 那麼擺的時間 是會比起一般的So 是重要場 那麼可能一擺 擺了是二十年 三十年 又甚至過一百年都有 那麼其中來說呢 就是說 有部分的 特別的酒莊 比如好像是這個 Rain Martin 印頭碼 又或者是這個 希尼斯 他們就是有 旗艦級的 這個brandy 那麼他們那個 的年期呢 甚至是 過百年以上 那個的 就是在桶裏面 醞釀的一些 酒 我們所謂的 生命之水 作為一個酒機 然後去做一個 特別的品牌 那麼 而這些的品牌來說呢 基本上呢 就是我們可以一看 它究竟是哪一類型 VS VSO機 SO 即是extra 那麼一看就知道 你買 nur那個酒 究竟有多久的一個 殉養年期的了 好了 那要來到 就是最重要的一刻了 那麼就是試 第三支酒 有什麼特性 那麼一個特性 那麼真正正的飲呢 那麼我們呢 就有 就是一個 Napolean Extra Old 開始喝 那麼我剛才呢 都試過掛杯 和看過的酒 看也都聞過那個香味 那麼我們這次的飲 就真的去试一试究竟它里面是有什么的味道可以喝出来 当然这一枝的酒是比起其他两枝稍稍年轻一点的 我们就来看看年轻一点的少女是好一点的 因为是一个成熟一点的少女是好一点的 那我就试试这一枝的Napoleon Extra Old 先试试一试 第一口喝下去 因为酒精的酒体也比较浓一点的 令到口感好像有少少烧的感觉 不过都很舒服的 我喝到的就是一些体子 而这个发酵中的体子的香味 这种香味来说都挺特别的 大家不要想着说是有多特别喝 其实这个所谓的鸭味就是我自己的形容 就是一种发酵的香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那些体子的时候 买过一些巨峰体子那些 那它又不是巨峰体子的香味 有点像新疆那种的玫瑰葡萄 这一枝叫Napoleon Extra Old 它虽然未去到是SO的级数 即是以年份去计 但是如果你喝它的味道的独特性 我觉得都是非常之不错的 那去到第二枝 那就是一个金花的Napoleon Extra 它那个的年份是稍稍高一点 但是其实两枝都不会上差太远 我试试喝这个味道 它有点偏酸一点 而且那个花蜜的香味是有的 如果喝下去那个口的感觉 就没有刚才那一枝那么灼口 因为那一枝的酒度应该会相对高一点 因为始终来说 它都是在桶里面那个时间 是没有这一枝的Extra 那么高的 但是喝下去那个感觉 我觉得有另一个层次 因为那种是有点爆的感觉 这个就是顺一点的 成熟的韩味多一点 那我喝第二口试试这个味道 第二口喝下去 那种的提子香味就更加出 这个轻轻的一个花蜜的香味 这一个系列里面 它都是属于一个偏甜 但是今次这一枝 就是Napoleon Extra 那个甜度 就稍稍比起 Napoleon Extra O 是低一点 那我都喜欢这种的感觉 那如果以那个 就是叫做 同级的一个 Napoleon Extra O 去看的话 我会觉得 这一枝它有它的独特性 但是如果你说 那个 每个人都有些少少不同的偏好 那我会喜欢这枝多一点 那这枝可能 就是 不是很适合我了 那这枝呢 就在1987年 拿了金奖 这个就是烈酒金奖 全球性的 那就是 金花的王牌 Extra Extra 刚才也说过 是在桶里面 它的壮云去年代 然後 仍然达到七年以上 通常来说 他们用的年代 一定会是超越了 他们官方要求的数字 所以我相信 它应该是会有 10年 甚至20年以上的 Cruocicl nuestra 也不不相奇 那这枝是很漂亮 他做入桶里面的时间 是久一点 那我先试一下 究竟它多好味 我喝過幾次了 幾次都令我非常有驚喜 一喝下去是很順的 又很滑 滑那種感覺就是完全跟剛才那兩枝沒有比較 剛才那兩枝是喝下去會有一點點 就是覺得有灼厚的感覺 而且是完全沒有 是有一點點大甜之外 那層味是很濃的 那是什麼層味呢 它是偏向一些柑橘類的皮 就是我們說陳皮的香味 在那個陳皮的香味後面 可以說那個蜂蜜的香味是會出來的 那個滿味都有的 尤其是喝完之後 一段短時間 當那個味蕾開始習慣了一些陳皮的香味之後 後面的滿味就出來 嘩 現在越來越 口裡面很香的滿味 不行 要多喝一口 第二口喝下去 仍然都是很有驚喜 那麼整體上 這個酒的酒體呢 就非常之 就是我們所謂的全身體 掛杯掛得很好 而且顏色是很美的 那也都呢 在喝完之後 那個的感覺是非常之舒服 那絕對呢 是值這個價格的 那如果你看回三支裡面 那我的排列呢 就是說我一定要喝的 非喝不可的 就是這個金花的Extra 那第二支呢 我如果沒有了一支金花的Extra 我要再喝的話呢 我會是偏向喝一支金花 就是金花的NapoleonExtra 然後才去到金花的NapoleonExtra 那三個不同的醞釀年期 它的顏色不一樣 和香味一樣 一次過試完 我今天真的很滿足 非常之享受今天的節目 所以我沒有了 就是那些鍋子 一會兒的 是我們來不吃的 跟一個崇拜的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